产业开发合作达成协议 第十二届上海国际艺术节近日举行 四十五场中外舞台剧目和多个文化展览 在一个月的时间内陆续登场 广州亚运会奖牌海上丝路 今天首次与公众见面 奖牌设计以蓝色文明海洋文化为背景 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 传达了坚定 庄重 自信的理念和精神 英雄军事五项队先进世纪巡回报告会 日前在沈阳 郑州 南京 广州等地举行 在军地引起强烈反响 军事五项队组建三十年来 在世界锦标赛上实现了男子团体十五连贯 女子团体十连贯 加快推进房产税改革试点工作 并逐步扩大到全国 四十 切实增加住房有效供给 各地要加大对各地2010年住房建设计划 和用地供应计划实际完成情况的 机查考核力度 切实落实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 和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和工地计划 房价上涨过快的城市 要增加居住用地的供应总量 认真落实支持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的 税收优惠政策 鼓励金融机构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抓紧制定支持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的 中长期贷款政策 五是 加大住房交易市场检查力度 依法查处经济机构 潮买潮卖 哄抬房价 怂恿客户签订阴阳合同等行为 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闲置 改变土地用途和性质 拖延开竣工时间 五盘吸售等违法违规行为 要继续加大曝光和处罚力度 对有上述违法违规记录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要暂停其发行股票 公司债券和新购置土地 各商业银行停止对其发放 新开发项目贷款和贷款展期 继续向您报告新闻 根据朝鲜中央通讯社今天报道 朝鲜劳动党代表会议28号在平壤举行 会上选举产生了朝鲜劳动党的最高领导机构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出席了会议 报道说朝鲜最高人民会议 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 在会上就推举金正日为劳动党总书记 做了推举报告 经讨论与会代表最后表示一致支持 并通过了金正日再次当选劳动党总书记的提案 报道说代表会议根据朝鲜劳动党党章 和朝鲜劳动党最高领导机关选举细则 宣布选举金正日为党中央政治局常委 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委员 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代表会议选举出金正日江西柱 金正寅金静姬张成泽等124名党中央委员 江基械等105名党中央候补委员 选举出金昌珠朴明顺等15名党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 代表会议上还通报了同日举行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2010年9月全体会议的决定内容 9月全会讨论并选举产生了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选举金正日金永南崔永林赵明露李英浩为党中央政治局常委 9月全会选举金正日为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金正寅李英浩为副委员长 9月全会和选举产生了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政治局候补委员 党中央书记和军事委员会委员 今天朝鲜的主流媒体也在显著位置 报道了朝鲜劳动党代表会议的相关情况 朝鲜民众对这次会议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我们来看报道 朝鲜劳动党时隔44年 再次举行党代表会议 举事主目 今天朝鲜中央通讯社发布了本次会议的一组 现场照片再次引来相关国家政要 以及世界各大媒体的一致目光 现场上游戏的一致目的意义 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 在朝鲜劳动党代表会议召开当天说 现在对朝鲜的未来政局变化进行判断为时尚早 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劳利也在稍后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 对坎贝尔的话表示了认同 西方各大媒体也对本次会议进行了密集的跟踪报道 包括俄塔社 路透社 法新社在内的多家主流媒体 都在第一时间播发了朝中社关于党代表会议的最新消息 英国 澳大利亚等主要媒体纷纷以历史性的会议 来形容本次朝鲜劳动党代表会议的重要性 美联社撰文聚焦朝鲜劳动党代表会议 介绍了朝鲜劳动党代表会议的历程等内容 随后该文被包括华盛顿邮报在内的多家主流媒体转载 我们再来看韩国国防部今天表示 朝鲜方面今天同意了韩方提出的 在30号举行韩朝军事会谈的提议 这将是天安号事件之后 双方首次举行军事会 给人们讲述着白海豚和大工业的共存之道 荆州人常常说 越是后发展越是先规化 越是后发展越是种生态 遵循着这样一个原则 2008年刚刚起步的北部湾经济区的发展 将会飞速地进入快车道 十年间 北部湾经济区四市生产总值占全区比重 由29.6%上升到了35% 2006年到2008年 经济区GDP增长16.4% 港口是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的龙头 是经济区沿海区位优势最直接的体现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正在力争用三年左右的时间 建成防城港区 青州港区 北海铁山港区三个亿吨级港区 总体吞吐能力超过三亿吨 能够全方位为北部湾经济区提供开放开发服务的 现代化港口 加快形成中国东盟合作的 区域性国际航运中心和物流中心的建设 全球新闻中国报报 感谢大家收看这次的中国新闻节目 接下来是由王世林主持的今日关注节目 欢迎大家收看 各位观众再见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 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 中国中央电视台今日关注 朝鲜44年来首开党代会 劳动党最高领导机构选举产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